第十课 提高自己 1. 课文 有一个人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 但是他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 一天,他愤怒地对朋友说, 我们头儿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 改天我要对他拍桌子, 然后辞职不干。 你对你们公司的业务完全弄清楚了吗? 对于他们做国际贸易的技巧完全搞通了吗? 朋友反问他, 没有。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我建议你先把他们的一切贸易技巧、 商业文件和公司组织完全搞通, 除了能熟练的操作电脑以外, 还要学会程序设计, 甚至连怎么修理打印机、 复印机的小毛病都要学会, 然后再辞职不干。 他的朋友建议, 你把你们的公司当作免费学习的地方, 什么东西都搞通了以后再走, 不是既出了气, 又有许多收获吗? 那人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从此刻苦学习, 甚至下班之后, 仍然留在办公室加班, 还常常开夜车, 练习写各种商业文件。 一年之后, 那位朋友偶然遇到他, 就说, 你现在大概都学会了, 可以准备辞职不干了吧? 可是我发现这半年来, 老板对我刮目相看, 最近还让我担当重任, 又升职又加薪, 我已经成公司的红人了。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他的朋友笑着说, 当初你的老板不重视你, 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 却又不努力学习。 后来你刻苦学习, 他当然会对你刮目相看了。 只知道埋怨领导的态度, 却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 这是不少人偿饭的毛病啊。 2. 生词 提高 贸易 愤怒 头 改天 拍 弄 技巧 反问 君子 君子 报酬 文件 熟练 操作 程序 设计 甚至 修理 打印机 复印机 复印机 毛病 免费 记 又 出气 听从 从此 刻苦 留 加班 开夜车 偶然 刮目相看 担当 重任 升职 新 红人 重视 能力 几 满愿 态度 犯 五 练习 一 语音 一 变音变调 反问 访问 访问 慎智 称职 称职 修理 秀丽 不足 补足 埋怨 满眼 重视 充实 二 朗读 学而不厌 惠人 不倦 学 然后之 不足 君子之交 淡如水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 逆耳 利于行 称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